几天前一张群友贴着截图吸引了我的注意 河南多地发现恶魔 兄弟我看到这我可就立马不困了 何妨妖孽敢来我种花家大地撒野 结果这恶魔不是野兽也不是害虫 更不是广大网友心心念念的魅魔 这恶魔后面还有俩字 连起来是个恶魔之花的名头 它就是加拿大一只黄花 都把加拿大这仨字都挂名字上来 这简直生怕我看不出来它是个入侵物种 不过它的原产地并不是仅在加拿大 而是整个北美 加拿大一只黄花属于菊科一只黄花鼠 又叫黄鹰麒麟草 这种植物一般三月抽芽 在四到九月养精蓄锐 到了十月中下旬就进入花期 开花期的加拿大一只黄花确实和名字一样 整个枝头开满了黄色小花 看起来十分赏心悦目 正因为花开得多颜色亮 早在1953年 加拿大一只黄花就以观赏植物的身份 被引入了中国 当然那会儿的人们都以为 它只是一个会规矩地待在原意插花领域的小可爱 和其他入侵物种一样千里迢迢过来的 加拿大一只黄花 规矩了没多久就发现 嘿 这儿是真舒服 我啥都不干就是玩 但很快就从上海南京等地的院子里 一生之以外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加拿大一只黄花再也不是装点庭院和花树的配角 而是成为了在河滩荒地路边 甚至农田都能看见的恶性杂草 从人见人爱到人人喊打 加拿大一只黄花终于从游戏里一个无名NPC的地位 逆软成了最终boss 和大家都听说过的 见了就像砍来的水葫芦水花生相比 加拿大一只黄花的名声好像并不是多么响亮 然而它的危害并不逊于这两位名声在外的老伙计 加拿大一只黄花有着强大的繁殖能力 每株都有超过两万粒种子 能凭借风力和鸟扩散到四面八方 它的根还有无性繁殖的能力 仅需要三厘米的一块就能发芽生长成新的蜘蛛 专家发现浙江一个原来只有六株的小群体 在八年后竟演变成了一个有着1400多株的一大家子 着实让人惊叹 只要加拿大一只黄花生根发芽 周围的植物就甭想有好日子过来 它的根系会分泌一种能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物质 其他安分守己的植物不管是阳光水分营养和地盘都抢不过它 只能含恨而亡 由此加拿大一只花祸害了各种绿化植物 还影响了不少农田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可谓是黄花开出寸草不生 资料显示加拿大一只黄花在上海扩散的20年以来 已经导致当地30多种土著植物直接击击 真实诠释了啥叫黄花开后白花沙 既然加拿大一只黄花如此恶向的面生 人们早也就怒从心中起了 在意识到这入侵物种的危害后 有关部门呼吁全民参与 对加拿大一只花严惩不待 如果发现就要上报有关部门彻底铲除 无论花还是叶都要集中销毁 连地下的根都得给它养了 不然它逮到机会就会see you tomorrow 别忘了它只需要一小块根就能长得齐活 平时比较喜欢养生和买花的同学可能会疑惑 都恨不得见了就好了 那药店和花店卖的一只黄花又是咋回事 其实药店售卖的是本土长的一只黄花 没有加拿大的前缀 它和加拿大一只黄花是同属菊科的亲戚 长得比较瘦弱 繁殖力也不强 一般当作药材使用 而花店卖的一只黄花是作为仙切花使用的 与加拿大一只黄花的形态很相似 但花店售卖的为两倍体 加拿大一只黄花为六倍体 多倍体一般比两倍体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入侵能力 09年我国来自多个科研单位的专家经过充分论证后认为 两倍体的一只黄花不具备杂草花特征 还没有从江花变为野花的迹象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 从花卉逃逸成入侵物种的例子还是比较多的 作为仙切花的一只黄花同样要引起重视 仙花爱好者不能随意丢弃这个潜在的生态杀手 那么引起这么多麻烦事的加拿大一只黄花 到底有没有一劳永运的消灭方法呢 比如引进天敌 直接一把把他给祸活了 很遗憾 这东西本身就有抗病性 甚至有一点药用价值 现在并没发现啥很有用的天敌来帮忙 只能用各种笨办法在他各个成长期耐心仿制 各位朋友千万别忘了 见到加拿大一只黄花要记得上爆剿面 别再让他祸害当地物种了 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有人问加拿大一只黄花这么牛逼 为啥不把他送到沙漠为绿化做点供费 你想的太简单了 他确实入侵能力很强 但对水分气温也有一定要求 在沙漠这种缺水少肥 且昼夜温差大的要死的地方估计是活不了的 现在还没见用加拿大一只黄花座制杀实验的 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 利用其进行制杀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还是琢磨点别的制杀方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